满横不讲理 所以我开始发车标了 他后来又回头了 把那个车标拿走 他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或者说报交警 这一点弄得我非常气愤 他说500块多就可以了 福州的无语式反应 8月21日中午 由于自己的车位不好停 他临时将车子停在附近别人的车位上 结果该车位的主人没有通知他一车 直接拗断并拿走了车头的奔驰车标 而全城都被停车场的摄像头拍摄下来 当地派出所接警后 召集当事双方 据了解 吴女士在此之前 已经停过该车主车位 事发当天 车位主人着急出差需要停车 发现又是这辆车停在自己车位 绕车一圈没找到联系电话 仪器之下才傲断了车标 之前的协调中 吴女士所为6800元 车位主人只愿赔偿500元 没有协调成功 接下来警方将提供两个条写法案 一由专业机构诅价赔偿 二将车开到4S店 修复后由车位主人承担费用 对此 大律人士表示 贵星允许擅自占用 他人车位属于侵权行为 车主应及时驶离 并非上因此 对车位主人造成的损失 然而 不当停车 不能成为 损坏他人财务的比较 如几害人不能非常损失 并获得当事人量纪 且损失财务经专业机构 评论超过5000元 公安机关可追究几害人 刑事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